世界童话名著连环画 乌拉圭 基罗加 鳄鱼之战 在一个没有人居住过的荒漠的国度里 有条大河 成千上万的鳄鱼平静愉快的生活在这条河里 他们靠吃鱼和捕捉饮水的享受生活 他们睡在岸边的沙滩上 在明月高悬的夜晚 有时也来到水面嬉戏 一天正睡午觉的时候 有条鳄鱼突然醒来 他听到一种从未听见过的声音 便惊慌地叫醒了别的鳄鱼 那声音越来越大 不一会远远看到一团烟雾 并且听到河里有闸牙的声音 似乎什么东西在远处拍击河水 鳄鱼瞪着眼睛互相望着 那会是什么呢 那是条鲸鱼 它是怕我们的 一条曾到过大海的老鳄鱼说 鳄鱼们安静下来 但马上又惊慌失措 那灰色的烟突然变成黑色 同时水中炸鱼的声音很大 鳄鱼们都沉到水里 只留眼睛和鼻孔露在外面 看着庞然大雾积水而过 这是搜第一次在这条河上航行的军舰 军舰逐渐看不见了 鳄鱼们对老鳄鱼大为不满 他欺骗了他们 说什么那是条鲸鱼 老鳄鱼解释说那是搜火轮 并说 如果他总是从这经过 所有的鳄鱼都得死掉 鳄鱼们都不相信 饿了 就去找鱼吃 但连一条鱼也没找到 鱼都被军舰声吓跑了 第二天 军舰又来了 鳄鱼说 好啊 军舰天天来 我们再也不会有鱼吃了 我们会饿死的 我们助条爸爸 大家高声响应 奋力向河岸游去 他们去树林砍伐了坚硬的树木 用尾巴上的锯齿截断 推到河里 最后 以一定的距离数在河里 第二天 听到军舰炸鱼的响声 他们还在梦乡 大家都听到了响声 但没有一个起来 军舰有什么了不起 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 反正他过不去了 军舰上的人远远用望远镜 查看横贯核心的东西 并派一只小艇前来侦查 鳄鱼全都起来了 向大坝那游去 小艇使劲 看到了鳄鱼住的坝 就喊 喂 鳄鱼 鳄鱼从树桩探出脑袋 这东西把我们的路拦住了 这我们知道 就是不让你们过去吗 把坝拆掉 不拆 小艇回到了军舰 鳄鱼高兴得不得了 军舰通不过 他们永远也不会缺鱼吃了 第二天 来了搜大的多的军舰 不 不让过 鳄鱼叫喊着扑向大坝 站在树桩之间 新军舰又放下一只小艇 向大坝驶来 艇上有一个军官和八个水手 军官喊 喂 鳄鱼 你们不拆吗 不拆 那我们要用炮轰掉它 请吧 鳄鱼说 小艇回去了 躲到水底下去 这是战舰 快藏起来 到过大海的老鳄鱼突然喊起来 鳄鱼们一下子潜到水里 只有鼻孔和眼睛露在水面 这时 军舰冒出一股白烟 跟着是可怕的轰响 一颗又一颗炮弹接踵而来 每颗炮弹都把大坝轰掉一段 一直轰到什么也不剩 就在那天下午和晚上 鳄鱼用很大的树干 拎住了一条新坝 但是 第二天又被战舰炸毁了 大家非常悲伤 小鳄鱼哭喊 老鳄鱼说 我们还有一线得救的希望 那就是去拜访苏鲁比鱼 我曾和它一起到大海旅行 它有一个鱼雷 它不会眼看我们全部死掉 两米多长的苏鲁比鱼 住在河岸的一个大岩洞里 总睡在它的鱼雷旁边 苏鲁比 老鳄鱼站在洞口叫 谁呀 洞里答话了 是我 老鳄鱼 听到熟悉的声音 苏鲁比鱼出了岩洞 老鳄鱼说了大坝被炸的事 最后说 把鱼雷给我们吧 苏鲁比鱼同意了 但鳄鱼们谁也不会放鱼雷 苏鲁比鱼骄傲地说 那好吧 我去放 我会 鳄鱼们连在一起 串成一条一百米长的锁链 苏鲁比鱼把鱼雷推到水流当中 跳起它 并用牙咬住最后一条鳄鱼的尾巴 鳄鱼拉着苏鲁比 顺着河岸飞跑 第二天清早到了修筑最后一条坝的地方 他们又修建了一条新坝 听了苏鲁比鱼的忠告 这次是一根木柱紧挨着另一根木柱 比以往哪一次住的都坚固 他们安好最后一根柱 军舰又来了 一个军官和八个水手乘坐的小艇靠近了大坝 看到新住的坝 军官气坏了 他说 我们要把这坝轰掉 为了使你们不再住坝 要把你们也通通轰死 包括那条只剩几颗大牙的老家伙在内 精明的老鳄鱼开枪了 我的牙不多 但 你可知道 这几颗牙明天要吃什么吗 吃什么 吃你这个小军官 这时候 苏鲁比鱼早已把鱼雷放在大坝正中间 命令四条鳄鱼小心地抓着他 把他沉到指定的深度 他们照样做了 一下子其余的鳄鱼也都潜入岸边的水里 只剩眼睛和鼻孔露在外面 苏鲁比鱼在他的鱼雷旁边沉了下去 突然 军舰腾起一阵烟雾 向大坝放出第一炮 大坝炸开了一个缺口 苏鲁比鱼全神灌注 大坝的缺口一打开 就向水底下的鳄鱼喊 放开鱼雷 快放开 鳄鱼放开了 鱼雷浮到水面 苏鲁比鱼把鱼雷放到缺口正中 一只眼瞄准 搬动了机关 鱼雷向军舰射去 鱼雷快要撞到军舰上了 舰上的人一见鱼雷 都吓得狂叫起来 想开动军舰 避开鱼雷 晚了 鱼雷一到 正好在军舰正中间爆炸了 鱼雷爆炸的声音大的无法想象 轰地一声 军舰落得个粉身碎骨 烟囱 机器 大炮 一切都高高飞上了天 鳄鱼们胜利地欢呼 发疯似地奔向大坝 通过炮弹炸开的裂口 他们看见水流将死人 受伤地和几个活人冲过来 当一个衣服配着金袖章的活家伙 经过的时候 那条老鳄鱼呼地跳进水里 卡卡两口把它吞吃了 那正是军官 他们把残存的霸拆掉 因为以后没有用处了 苏鲁比鱼很喜欢军官的皮带和尖章 他把这些东西从老鳄鱼的牙上摘下来 把皮带扎在其下面 又把剑柄上的碎子系在他的大胡子肩上 他在鳄鱼前面来来往往游了一个小时 所有的鳄鱼张着嘴巴 十分敬佩他 后来 鳄鱼们伴送他回到岩洞 一次又一次不停地向他道谢 鱼也都回来了 从那时起直到今天 鳄鱼们都生活得很幸福 他们已经看惯了满载甘菊的轮船 然而 他们却不愿意看到军舰 请不吝点赞菊的轮船